大家好,我是老韩 今天这个视频咱们来给大家聊一聊更新频率的问题 那么到底每天发布多少视频最好 另外就是大家的创作频率 最近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有的学员反馈说 这个视频是每天更新一个比较好 还是说可以什么时候做好了就什么时候更新 那么这些问题其实都很有针对性 很多学员也遇到过 今天就来给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对于视频更新这个问题 咱们最好的建议 其实就是保持一个固定的更新频率 这个所谓的固定的更新频率 最好的建议就是每天能够发一个视频 当然这个也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去进行选择 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每天发一条视频的 比如有的人是兼职做自媒体的 他是做不到每天创作一个视频出来的 有的人甚至花两三天的时间才创作一个视频 当然这个其中也有一定的问题 咱们后边再来说这个事 如果说你的创作周期比较长的话 平时时间不够 那就没有必要说每天更新一个视频 因为做不到的事就没有必要 强求自己非得去做到 咱们在保持视频质量的情况下 还是说尽量的去做最大的努力 如果说坚持不了每天发一条视频 这个没关系的 不是说影响特别大 它只是会让你账号前期流量 起步阶段会比较慢一些 肯定发的视频多了它是有好处的 这个没问题 但是你做不到这样 那也没有关系 也是可以做自媒体的 不代表说做不了每天日更 那自媒体就做不了了 这个肯定不是的 自媒体它跟写这个网络小说是不一样的 不要求你每天保持更新 但是有一个固定的频率去更新 这个事很关键 比如说每天每两天更新一条视频 每一周更新一条视频 这个就叫固定的更新频率 不能说今天更新一个视频 然后过一天我更新一个 过三天更新一个 然后过十天半个月 我再更新一条视频 这个它就不是固定的更新频率 这个行为其实就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大家最好的建议 就是一定要保持一个固定的频率 去进行更新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事基本上就解决了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视频创作周期的问题 很多人做不到 每天更新一条视频 这种情况大多数 都是一些兼职做自媒体的一些朋友 对于一个正常的全职自媒体的人来说 一天一个视频 这个基本上是一种常态 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家创作的 其实并不是创作工程当中的各个步骤 而是大家对于时间的把握 咱们学员当中最开始就有这么几个人 他们就是这样的 三天才做一个视频出来 或者是一周才做一个视频出来 那么之前就跟我进行抱怨 说老师我做视频很长时间 才做一个三天才做一个视频出来 这个情况我怎么去做日更 我发不了视频怎么办 或者可以说他们自己本身 就是比较想偷懒的这种情况 这个时候其实我又问了他们一个问题 我说你三天的时间做一个视频 这三天当中你自己有效的创作的时间 就是你真的说我在工作 在做视频的时间是多少呢 那么有个学员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就说是12个小时 那么我算了一下12个小时 每天其实才4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告诉我 大概用了8个小时 那过了一会儿又变了 说实际有效工作 其实真正工作的时间不超过6个小时 大家一听这个其实就知道了 作为一个全职自媒体人来说 他其实大部分的经历 还是处于焦虑和选择当中的 没有说实际付出时间和精力去做内容 大多数人面对的其实都是这种问题 我希望在这个视频里边把这个事一说 这个视频最想帮助大家的 其实就是这个事 关于更新频率 咱们可以接着往下说 这个事其实很多新手 尤其是一些刚入门的朋友 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就是时间的安排问题 很多人都是眼高手低 之前我跟大家说过一个问题 就是有一些人 他在自媒体运营过程当中 遇到了一些问题 他面对问题的态度是什么 是大多数人 其实就是这个领域是不是不能做 我能不能换领域 我能不能换个账号 我需不需要换个账号 我怎么换领域 怎么换账号 哪个领域能做 大多数人其实都是这样的 但是实际过程中 那个问题你不解决 你换了任何的领域 还是会遇到那个问题 这个是大多数人 大多数新手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那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 把你的这个经历 都投入到创作当中 你就会发现 自媒体创作这个事 其实它不难 真的等你熟练上手之后 把自媒体这个内容创作 整个过程都非常熟练了之后 那你就会发现 它实际耗费的时间 并没有那么多 而且呢 这个时间还会随着 你创作数量的增加 在不断的减少 也就是大家熟能生巧的意思 所以不要焦虑 不要去浪费太多的时间 我们的目的 其实就是赚钱 赚钱这个事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它需要你付出时间和精力 自媒体不是说 我每天躺在床上 工作两三个小时 然后这个钱呢 就能到手了 没有那么简单的 任何行业都不是这样的 都不会那么简单 所以咱们包括做自媒体也好 或者是平时 大家生活当中 做人做事也好 我最大的建议就是 你得脚踏实地 踏踏实实的去做 因为只有这样 你才能够真正的说 是通过努力 获取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 甚至很大程度上 会带给你非常大的惊喜 那说完这个事呢 咱们再回过头来说 视频更新这个事 到底每天发布 多少个视频比较合适 我们刚才说了一件事 就是你视频数量 更新的越多 账号前期流量积累的 就会越多 这个事也非常重要 如果说对于一些朋友 这个创作的效率比较高的一些人 那么他每天能够创作 很多条视频的情况下 到底该更新多少条视频呢 这给大家一个区间 就是坚持每天更新一条 肯定这个呢 对于这些朋友来说 是一个基础的标准 那么再多的话 每天不要超过五条 每天如果说 你发三条视频的话 这个流量都会非常正常的 但是如果你发五条视频的话 可能某种情况下 个别视频 它的流量不会太高 当然这个也跟你视频的话题 和内容本身有关系 发布五条视频 一般来讲 总会有一条 或者两条流量会稍微低一些 但是这个流量低 只是在当前这个阶段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流量呢 也会涨起来 这个呢 不用担心 那如果说 在五条视频以上的话 基本上呢 就会没有流量了 虽然平台现在说 没有限制发布数量 以前呢 有一段时间 平台限制发布数量 每天不要超过五条内容 但是目前为止没有这个限制了 没有了限制之后 咱们也不建议大家 发更多的内容 因为如果说 发布数量更多的话 实际的测试过程中 这个呢 就是流量肯定会减少很多 而且还会影响你 后面流量的增加 尤其是到你账号运营后期 流量基本稳定之后 每天平均的 或许的流量 基本上都是那些 这种情况下 你如果发的视频数量太多的话 它会影响你整个账号 每天的平均流量 就等于是断更了一个月 甚至两个月的 这样的账号的情况了 就是从头开始 所以千万不要这么去做 不要超过五条视频 这个呢 就是更新的问题 好了 今天呢 就给大家聊到这 那么想要系统的 学习自媒体课程的朋友呢 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的课程 感谢大家的点赞 关注 转发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